长梗组能活多久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周立平 西电集团医院普通外科主人医师 长期的梗组啊 咱们说简单说机械性长梗组 只有长时间的梗组 人体消化和吸收功能 它就会受到影响 它是属于一个消化性疾病 人的身体会随着营养的吸收 体质会下降 具体的生存时间 这个也不是一个很肯定 就和你的这个平常的治疗啊 还有你的这个营养状况呢 很有很大的关系 一般的生存机械性长梗组啊 如果消耗得很厉害的话 那可能急性气 那可能也会出问题的 或者一般一个慢性的长梗组啊 十年二十年那都不会影响什么 合理的治疗 合理的饮食 疏忽的护理啊 或者是疏忽自己的调整啊 在这个疾病还是非常重要的 吃一点容易消化的 容易吸收的 或者热量高一点的饮食啊 对长梗组的这个 远期效果 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